- 其實我剛剛就講到的就是 芬蘭那邊 芬蘭挪威那邊有一塊 他們做的就是比較智慧養殖的部分 然後 水下能工智慧還有日本那邊他做水下的載具 或是水面上的載具他們做的也蠻多的 然後在生態研究面的話 剛剛也有講到美國的東西岸各兩大研究所 他們有開始慢慢導入 除了這些以外 部分國家我不敢講 因為其實我對海洋接觸也是剛進去而已 但是 大部分就這幾個國家其實會比較有 應該講說 相對的比較足夠的人在投入這一塊 其他國家應該多少都會有 只是 並沒有說成為沉氣候 並沒有說就是說 應該講說 讓人家一時間就馬上想到 但 對整個全世界來講 這麼多的國家其實相對上是少非常多的 所以就剛剛回到剛剛就是說 你投入海洋人工智慧領域的人 真的相比路上來講太少了 而且海洋的面向更多 你這麼少的人投入到這麼多面向 其實會是茫茫大海這種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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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